這張圖叫做Poverty Map 叫做貧窮地圖 它在告訴你世界上貧窮的國家有哪些 這跟下一張圖大家稍微記一下 跟下一張圖有密切關係 你們有沒有看到貧窮的國家 紅色跟黃色跟橘色 越紅越橘就是越窮 所以你們看到窮的國家都在哪 都在非洲對不對 還有哪裡 中美中對不對 中南美中 然後還有 這邊就算了 這邊他們是政治的原因 好 所以大家看清楚了這個世界地圖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重點 咖啡 下一張圖叫做 咖啡 他們叫做 這叫咖啡地圖 那這英文名字叫做Coffee Belt 它在全世界其實是一個皮帶的形式出現 Coffee Belt 為什麼叫Coffee Belt 所有的咖啡生產 所以你今天 不管在穆哲喝道 還是你今天去隔壁星巴克喝道 來到了來自的咖啡豆 都是在這個Coffee Belt裡面 好Coffee Belt裡面有誰呢 有中美洲 有南美洲 有南美洲 有非洲 還有大洋洲 有沒有覺得跟上一張圖有點像 所以也就是說呢 這些咖啡產地其實都是世界上屬於屬二貧窮的國家 所以我們現在講一下一般的貿易模式 就是不管是咖啡還是一般的水果 一般的貿易模式是怎麼樣呢 在小農 然後最後來到我們零售上身上的時候 中間是經過這樣子 所以呢 農民中間人出口上入口上分銷上到零售上 所以今天如果有一個 不要講咖啡好了 有一個 泰國的芒果小農 他今天種了十袋芒果 好了 他要怎麼賣 就會有中間商來跟他收購 那你知道這些 這幾個 這幾個條狀的東西啊 高矮胖瘦是有意義的喔 你猜如果中間商跟他說 這一袋我跟你買 美金一塊錢跟你買 他可以說 這一袋不能只賣 我要我要賣貴一點 他能夠有溢價能力嗎 沒有辦法 對 所以中間商說多少錢就是多少錢 所以呢 小農就喔好 那一袋一塊錢好 這十袋好 十塊美金 一般貿易模式是這樣的 高矮胖瘦 中間商入口上 出口商入口商是可怕的人 這樣很多 那公平貿易的狀態就是 欸 快點 好 我等一下不會再幹總事 公平貿易的模式呢 就是這樣 大家的高度是一樣 大家記得我剛剛說高度是什麼嗎 溢價能力 對 所以他們的溢價能力是一樣 所以他們要決定價格方式是什麼呢 他們就是每一年就會聚集在一起 可能一個房間好 假設有100個人 這100個人裡面就會有公平貿易學者 國際公平貿易組織的人 農業學家 經濟學家 但是這100個人裡面至少要50個人 也就是一半以上 要是小農 要是小農合作社的最大的人喔 所以呢他們在一起討論說 今年的價格要是怎麼定 所以他們就一起討論價格 討論定下來之後 這價格就不會動了 就會是平的 公平貿易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好啊 咖啡小農 大菲小農 被剝削的這麼嚴重 在全世界這麼窮衝成這樣 那我們一定要幫他 不然他們永遠這麼窮嗎 所以就在560年代開始喔 1950年1960年代 就開始做公平貿易這件事情 所以他開始於1950年喔 那公平貿易的開始 其實是一個美國的奶奶 他是一個傳教士 所以這裡有牧師非常好 這個公平貿易呢 他就是一個美國的傳教士 他去到那個南美洲 然後就看到當地的婦女 做了非常漂亮的手織役 他就這樣問他說 欸你們的那個一塊 一塊那個手織布是多少錢 然後那婦女 他平常只是做給他女兒 他也沒有想 然後呢 他就想 他就回去算了一下的時候 他花了多少工錢 花了多少時間 大概賣多少錢 然後呢 所以這個傳教士呢 就跟他 把他可以做的那個 極寬布 我就買回美國 然後呢 就在舊金山那邊呢 就開始賣 欸就沒想到 他們就是garage sale 就很隨意啦 然後大家就很開心 覺得好漂亮喔 沒有看過這樣子的工藝這樣 所以就開始了公平貿易這件事 那直接貿易跟公平貿易有什麼不一樣呢 他其實精神上是完全一樣 給小農合理的報酬啊 然後做社區發展啊 然後日有機的方式耕種 這些是完全一樣 可是我們的模式更簡單 小農生產者 烘豆絲就進我們的店家了 然後就到消費者 所以我們中間沒有出口商 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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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再直接到公平貿易的店 直接貿易的店家 所以他整個流程更加的簡單喔 那 所以他其實直接貿易在做的事情 就是烘豆絲跟生產者的關係 那好處是什麼呢 直接透明跟可責 這跟公平貿易是一樣的喔 所以你看喔 他說 烘豆絲呢 會直接跟農友 產生 就是 或者是那個小合作社的溝通價格 跟咖啡的品質 所以就直接貿易最重要的事情喔 因為他是烘豆絲去 他不是我們一般的商人去 他是烘豆絲 那這件事怎麼開始的呢 那其實就是 在美國一群烘豆絲喔 他們很願意幫小毛喔 可是他們本身可能 比方說五十五 十二十歲 二十三十歲的時候 是做barista 就是做所謂的 你們的吧台手 然後後來就覺得咖啡先生 他太喜歡了 所以他們就變成烘豆絲 然後等到他們快要 或是已經 那個 Retire 就是 已經畢業了 就是 已經可以不用再 這麼努力的賺錢的時候呢 他們就 興趣就來到哪裏 產地 所以呢 他們就會 我們去看看小農 好我們直接去產地 看看小農的狀況 所以呢 他們就開始跟小農 連結關係 所以呢 這意思就是說 他就跟小農說好 好你今年的價格 我可以給你什麼樣的價格 可是你東西的品質 要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公平貿易的東西 會是精品咖啡 公平貿易 直接貿易的咖啡 會是精品咖啡的程度 原因就是因為 烘豆是直接進入了解 直接進入他們 跟他們一起做耕種的協助 所以他們呢 另外一件是了解 共同承擔產品的風險 然後呢 另外一件是很重要 直接貿易的關係 在悲測品質低落的時候 就不購買了 所以呢 小農他也是有風險的 今天是直接貿易的小農 今天東西沒有種好 我們完全不收購 所以呢 他就是 所以這讓小農要有競爭力 所以這就是 你回應你剛剛講的事情 這個 公平貿易比較忽略的就是 所謂品質的這件事 那直接貿易他必須 因為烘豆是 他就覺得 我們現在要做公平 我們不能只對小農公平 我們回過頭 對消費者公平啊 我們不能說 你這東西 哦你們是做公平貿易 我們在包什麼 你們 真的很有同情心 所以這個東西超貴 對 可是這東西買回家喝 就是啊 好可怕啊 咖啡 所以不行啊 所以直接貿易其實就是 希望可以做到 是這種 全面友善 全面這個 永續的關係 最後呢 我要花兩分鐘 講一下海地的故事 海地呢 其實是我們電影 最重要的一隻豆子 可惜它是今年 停產了 那為什麼停產 跟它國內內戰啊 跟最近他們又發生 天然災 還有很大的原因 好 海地呢 其實 它在一開始 你看在1788年的時候呢 全世界的咖啡 百分之六十是來自海地 所以它曾經是咖啡大國 可是大家現在 有聽過海地咖啡嗎 如果來過我的咖啡廳 你可能會聽過 可是其他其他已經消失了 所以呢 在1900年 1990年 美國實施貿易禁運之後 他們就把咖啡田地全部燒了 就開始種醃素了 然後一直到 那差不多200年呢 海地發生了一件事 六年前 海地發生一場大地震 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場大地震呢 就震死了30萬人 然後呢 30萬人之後 地震完之後 就開始出現霍亂 然後 歸國內暴動 政府完全失靈 所以那之後 又死了好幾萬人 所以當時 唯一可以救他們 就是世界上各地的國際組織 就開始湧入 所以台灣有人過去是誰 埃思忌還死忌 埃思忌 埃思忌忙撤出了啦 是慈忌 他們危險的就會撤出 是慈忌 慈忌很快的進入做正在工作 然後呢 然後呢 所以呢 他們當時發生了這些 很可怕的事情 百萬人流淋失所 所以其實到現在 海地其實他們現在還叫做Tank City Tank City是什麼 就是整個城鎮都是 Tank 都是那個帳篷 房子還沒有能力蓋起來 那 也就是在兩年前 兩年前在我 沒有寫清楚 我兩年前呢 就是在那時候呢 遇見了這對夫婦 那是在巫州在美國 參加一個國際會議 然後他們就在外面擺了一個小攤 那這對夫婦呢 就是當時的海地 大地震的時候 湧進海地的其中一個NGO 然後他們當時呢 就沒有 就是他們那種震災喔 不是說我去兩個月 去兩個禮拜 不是他們是整個住進去的 他們沒有打算要離開 所以他們還養了三個海地的小孩 所以當時在那個 那個boost 在那個小攤位 我看到三個小黑人 小朋友在那邊跑來跑去 就是他們的小孩 那他們就開始住在海地 開始幫忙 蓋房子啊 救 收集物資啊 然後他們都是美國人這樣 然後呢 後來他們本身的行業呢 就是紅豆絲 所以後來三年後呢 海地震生三年後 他們就覺得 當地的地形氣候 其實非常適合 種植好品質的咖啡啊 所以他們就回美國 把技術設備帶過去 開始在海地種植咖啡 教育當地的小農種植咖啡喔 所以他們就開始做這件事喔 那直到兩年前 咖啡豆品質終於穩定了 他們才把豆子帶回美國 開始進行販賣 所以這是公民貿易 就直接貿易最最基本的事情 就是第一件事 他待在當地 跟當地的小農合作 跟交當地的小農耕耕種 然後呢 最後品質穩定了 才把東西帶回美國 開始販賣 所以這是直接貿易做的事情喔 那其實他們在說的事情就是 我認識的這個夫婦 他就叫Jason喔 他那時候就說 我那時候是後來 開始跟他們合作之後 才回去搬他們當時在海地的 寫的那個部落格喔 他那時候就寫說 I decided I would commit my life to helping Haitians help themselves 他要 commit 他的生命喔 去幫助海地人幫助他們自己 所以這是我覺得 只是貿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不是捐錢 其實跟公民貿易很像 只是他是跟小農關係更直接 所以最後要丟給大家問題是喔 大家想想一杯咖啡的成本 到底是多少呢 當你一杯咖啡還可以請到 貿輪美來做廣告 可是居然可以35塊錢一杯的時候 那那個價格是壓在誰身上呢 那這就是大家可以思考 如果今天你喝的這杯咖啡 他只有35塊錢 可是卻害世界上另外一端的小農 他的小孩生病 他沒有辦法上去 沒有辦法看醫生就死掉了 那你覺得這杯咖啡還是35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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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